小时候看私事同堂 对开头一直不是很明白 听说日本鬼子要打来了 其老爷子既不逃跑 也不组织异军 而是抢购了一大缸酱菜 深埋在后院 我一直好奇 老爷子为什么要买酱菜 而不是买几杆枪 在后院藏着呢 后来非典 见人们怒斥港人吃果子里传播病毒后 并没给香港断水 却跑去超市抢购板栏根白醋 这两天 看到日本大地震导致核泄漏 国人在网上一片怒喝踏平日本岛后 却跑去自家大街上抢购盐 这才渐渐明白 我们对付敌人的思路 一向不是兵器谱 而是食谱或者药谱 日本核泄漏 竟导致中国出现全面炎荒 这让一向善于操纵民意的官府也慌了 急忙辟谣 盐并不能对抗核辐射 又组织官媒开始批判愚蠢抢炎潮 可是我要承认 我正是愚蠢队伍中的一员 那天开车排队等着加油 借油站旁边的超市 刚进一批白花花的盐 大家都说闲着也是闲着 我也就混迹于一群老婆婆中 建议的眼神彼此鼓舞着 奋力挤进去 买了两包 我这属于行为艺术 我觉得现在批评抢炎的理性人们中 很多也在非典时抢过板栏根的 那时人们普遍两手白胖 消喜灵喜的 各窝无毛 温度计膜的 浑身酸味 白醋喝的 中国官方一直喜欢操纵民意来抵抗外敌 就像老佛爷喜欢操纵一和团来对抗八国联军 结局也一样 老佛爷控制不住大师兄们在街上抢掠 现在也控制不住爱国者们抢炎 那一把官方洒出去的谣言 响彻已深深融化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了 所以别怪谣言 人民坚信 谣言比新闻联播更可信 你看 前两天 CCTV说日本核电站不会爆炸 结果炸了 央视特约专家说 另两个机组不会爆炸 结果也炸了 央视专家再次补过 虽然核电站爆炸了 但外壳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结果壳也被炸飞了 专家说 即使泄漏也不会污染 结果核辐射超标 刚刚CCTV又报道 中国是安全的 妈的 我一听 眼泪就下来了 别怪渔民 中华民族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惊吓力成长的民族 先不说满大阶层管和监控 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假想敌教育 小时候 爸妈爱说 再哭 把你扔出去喂狼 长大后 政府爱说 境外反动势力 亡我之心不死 你看 狼 反动势力 亡我之心 对外通过树立假想敌来凝聚士气 对内通过吓唬民众 增强控制力 我们同仇敌忾 我们局面大好 随时准备游到对岸 去解放水深火热的第三世界人民 我们也变得非常恐惧 一个全民皆兵的民族 必然草木皆兵 愚者必怒 怒者必怯 怯者必谬 所以 其老爷子屯酱菜 我们抢盐 是这片盐检地上的一脉相传 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爱国者诅咒速敌 终于遭了天前 恨不得亲自变身一枚核弹发射过去 理由是 日本人抢过我们的土地 烧过我们的房子 建固毒气势 还强奸过咱们的女人 我觉得单挑没问题 但用着下谱笔记本发帖 开着本田车去抢盐 是很娱乐的状况 其实 现在抢我们土地 拆我们屋子的 不是日本鬼子 而是拆先队 三宫消费的不是兼职人 而是我们自己的官员 日本军确实弄过毒气试验 可现在 三聚 皮革奶 地沟油 还不够毒 至于强奸 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天天被强奸吗 当然 这些不是问题 爱国不是问题 问题是 那些爱国者到最后 谁也没有过去单挑 倒是选择了根言单挑 这个幽默局面 是一直操纵民粹的执政者 也没想到的 一方面 他们学老佛爷 加许一和团的民心可用 另一方面 会表示 中国官方是开明的 顶住国内油价压力 运了两万吨燃油过去 真特么心疼 还逼真上演了普世价值观 派出一支救助队 爱国者迷茫了 迷茫之余就恐慌了 恐慌之下 不好跟日本鬼子 却只好跟严死磕了 民众逻辑清晰如斯 此时 一对饱含深意的民族画面 悠然而胜 日本人秩序井然在排队 中国人披头散发在抢言 假想敌教育 不会让人更勇敢 假想敌教育 其实就是懦夫教育 我们愚蠢的愤怒 懦弱的多疑 自虐的复仇 我们幻想出一份哀容 恨不得每一篇课文上面 都紧绷一匹 叫爱国主义的被阔记 历史有趣的是 等侵略者真来到时 整尊整尊的人成了汉奸 经销农民 直接帮八国联军 在城头上搭了云梯 刚刚北京青年周刊采访我 让我谈一下 抢言风潮中暴露的中国人 缺乏科学观的问题 我觉得 该纠正一下开头的说法 其实昨天我买岩石不是仅混迹于一群老婆婆中 还有很多强壮的青年 这些青年从小做过很多奥数题化学题的 他们不可能缺乏科学观 只是拧巴了世界观 他们从小被洗脑 事事处处是敌 风吹草动 便风声鹤唳 不信的话 等会儿我再造一个谣 由于明天月亮离地球最近 复合此暴会导致严重皮肤癌 只有肥皂能抵抗 不一会儿 街市上一定弥漫着肥皂泡泡 这样的假想敌教育 假想那么多敌人 最终自己变成自己最大的敌 念及此 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 深感任重而道远 正想写篇文章普及一下 此时抬头 我拿外出旅游的老妈回家了 拎着大包小包的盐 进门就大骂狗日的日本人又捣乱 我快紧拿起那两包盐 准备从家人做起 隆重开始普及 我张嘴正要说点什么 我妈严肃地盯着我手中那两包盐 想着欣慰地对我点点头 你终于懂事了